香港警方今天表示 昨天涉嫌暴力殴打市民的7名香港警察 都已经停止接受调查 不过还是引发了各界同声谴责 包括了国际特赦 美国国务院都公开对此事表示关切 呼吁要展开全面的彻底调查 香港与散运动十多天来 警方执法被质疑是纵容黑帮 甚至不排除有中共黑帮势力潜入 扰乱香港社会秩序 香港警方动用私刑的方式 暴力对待示威者画面 引发国际谴责 也打破过去给人向来谨守纪律的 刚警形象 其实香港雨伞运动十多天来 警方执法已经引发港人不满 10月3号望角发生大批自称反战中人士 暴力冲击集会群众强拆据点 港警的被动不作为 被质疑是在纵容黑帮 他在旁边他晚上公布只是抓了两个人 但其实在铜锣湾跟湾岛已经温暖的不息呢 根本不可能抓不到人呢 也已经有些出刀子去隔了隔了找汇的东西 其实这个很危险呢 不可能抓不到人呢 有媒体劈爆这些来闹事的人不是普通市民 而是受中共操控的地下党 黑社会帮派和共产党外围特务组织 网上流传一份走路公价目表 在站中场地骂街 搅局 打人 搬铁马都有前领 在望角距离集会地点几个街口处 停靠十多辆直通广东香港的大巴 实地采访中旅社人员 却说生意发人问津 多家港媒曾经批爆 今年8月17号反战中游行 其实是由亲共社团派钱收买来的走路公 专家说不排除也用相同手法 对付目前的雨伞运动 因为梁正英本身就是中共的地下党员 所以它是红的 然后再利用黑帮作为前锋 所以等于是红跟黑 等于是红跟黑的结合 所以这样子有个历史脉络来看 这次出动黑帮来对付学生 我想这个也不奇怪 已经有评论指出梁正英政府其实不想解决纷争 反而一再拖延与学生对话时机 动用催泪弹清场加上纵容黑帮乱港 恐怕是让僵局有持续作大之势 新唐也在电视综合报道